歷史為盡 以古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旅潔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其實台灣我們說 我常在演講的時候跟孩子們聊到 就在大學生聊到 其實我們說古今中外五千年 你們是最幸福的一群 為什麼人人有書讀 人人有功練人人有飯吃 而且台灣治安極度的好 並且沒有戰爭 但是你能想像嗎 其實台灣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是長期處於備戰的狀態 那講到 中華民國的國軍 最出名的就是傳說中的 所謂的兩棲征收部隊 也就是水鬼 那關於水鬼的傳說太多了 金門曾經據說有一個 這個衛少整個被摸掉嘛 還有老蔣去那邊 這個賀退這些所謂的 國軍英靈的傳說 那但是呢 今天我們邀請到的人 他的的確確就是傳說中的水鬼 也就是兩棲特戰部隊出身 這個人是誰 他現在呢 這個是中華民國的立委 也曾經當過國民黨的黨主席 今天來賓是誰 我們歡迎江喜成 江委員 大家好 委婉 我們先聊一個正式 你台中第幾選區 第八 第八你的選區有包含哪裡 我的選區是最大的 但人不一定最多 是 那個豐原 東四 新社 石崗 和平 你有聽過 都是 有聽過黎山 黎山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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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不記得知道 好歹代 因為我們的選區 其實都是觀光地區 後花園 豐原以東 一直連結到花蓮 是 宜蘭 南投 苗栗 都我的選區 都你的選區 一半 台中市的一半 豐原 石崗 和平 東四 東四 新社 新社 委員 我們開槍一下 你當初是海陸啊 不是海陸啊 更正一下 你剛才說兩棲部隊 中華民國有兩支 兩支兩支 以前有十幾支特種部隊 那兩棲 號稱兩棲的 有兩支 我一個朋友叫兩棲的 帶兩個母 那應該也有三棲 你知道還有三棲的部隊 三棲特戰部隊 那個兩棲的就是 我們常常講海陸 海陸海陸 其實海陸是一個軍種 海軍陸戰隊 對 是一個軍種 所以是海軍的啊 不是 它就叫海陸 海陸是陸海空以外 海陸是一個軍種 就獨立出來的軍種 這個軍種裡面 有一支兩棲徵收銀 所以它叫海軍陸戰隊 兩棲徵收銀 這是我們傳統思維裡面 穿迷彩褲的 迷彩短褲的那一種 它叫兩棲 爬平常路 對 他們的背石在左營 那我們叫做這個 海龍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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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是海陸嗎 不是 我們是陸軍 海龍蛙兵是陸軍 陸軍 我們直屬陸軍總部 然後叫做 101陸軍 兩棲徵查銀 而不是徵收銀 實際上差不多 就是兩棲就對了 但是軍種我們屬於陸軍 為什麼屬於陸軍 因為當初 民國五六十年的時候 你知道外島還是很緊張 金門那時候最多有十萬大兵 對 老講 現在存五千 老講就是說要反攻大陸 我們一定要有敵後滲透的部隊 對不對 要能夠進去滲透啊 砍頭啊 爆破啊 這些任務執行徵收啊 偵查啊 所以就成立了成功隊 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那時候叫成功隊 每一個屍 現在所在東沙群島那一支嗎 不是 成功隊就是這一種 就是趕死隊 類似趕死隊 很多成功隊以前的 比較像是重刑犯那一種的 可能是criminal這些的 然後一直到民國 六十二年左右 1973 那時候就 就把這些成功隊 整併成為一支正規的部隊 就成立了 腰洞腰兩棲偵察營 然後別名就叫海龍蛙兵 海龍蛙兵 然後就是陸軍蛙人 我們叫陸軍蛙人 陸軍蛙人 我看到了 了解了解了解 俗稱的陸軍蛙人 所以你們 所以他們叫海軍陸戰隊 我就開玩笑講 我們是陸軍海戰隊 所以你們不是那個 一日陸戰隊 終身都殘廢那個 不是 終身陸戰隊 講錯了 一日陸戰隊 終身陸戰隊 不好意思 我們是一陸海龍 終身海龍 是 但是你那時候 還有一個差別 我們在外島 因為我們的本島就在金門 所以我們的部署都在外島 所以有馬祖 有東營 這個就是 因為外島離對岸近 當初其實也是為了應對 對岸可能過來的一些 襲襲啊 突襲啊 這一種 所以我們也成立一支 兩棲的部隊 可以過去的 是這樣子 但是你那時候怎麼會 怎麼會去是不是 對啊 你一條條條條的嗎 這說來為頭等 不堪為首 不堪為首的過去 那個委員解釋之前 我先講一下 我的既定印象 因為台灣其實 一直都有派系 地方派系 你說地方派系 到底怎麼來的 其實我跟石板民副老師 也聊過這件事情 但他否定了 我們傳統聽到的答案 因為日本人 都在台灣的時候 後藤欣平 但傳聞是後藤欣平講的 台灣人愛情 驚死驚死 所以就是用地方派去 去分化台灣人這樣 那 那以你的家事背景 你怎麼看 你從西派去做海流 我跟你說 我沒有什麼家事背景 你洪派哨主呢 那是你們講的 我哪時候什麼洪派哨主 我哪時候什麼洪派哨主 看我看我這件事情 我當選舉之前 我就不知道什麼洪洪 我知道後來 選完了之後 因為在豐野那部分 大部分可能地方政治人物 都歸屬洪派 所以媒體就一直說 你是紅派 等一下我連任完之後 他說你是紅派哨主 是這樣來的 但那不是重點 其實現在都政黨政治 當然 地方派系當然 地方派系現在要影響 選舉的能力越來越低 因為網路化 大家的情感連結 不是像以前那樣 隔壁阿豪爺跟你拜託 你來回答誰 什麼 我也不知道 我就回答他 現在沒有 所以我去當兵 跟這個一點也沒有關係 更何況 就是我那時候 我們家是農家子弟 我們家做生的 種農家的 下次我請你來我們家的果園 沒問題 農家要好嗎 我最愛讓你交代 你不知道 白人穿的東西 特別好吃 所以可能也因為我山上長大 然後這種農家 客家運作就不好 也沒辦法就好 但是運動OK 然後也稍微耐操一點 可是我去這個部隊 不是說我自願的 我真的是 因為我在 我是 我沒有考上浴冠 我很扣人 扣不住 浴冠也扣不住 扣不住 扣不住 扣不住就去做兵 因為我要出國去 念書說我要先當兵 當兵 然後中心訓練完 你也知道 就有些派到不同學校 就派去政戰學校 還給他一個月 一個多月吧 然後就抽籤 分派 金門防衛司令部 不錯啊 也還好啊 金馬獎 有比較勇猛 那時候大家三個月 才都回到一趟 坐船去 但是坐飛機回來 可是就是這樣 一抽金門防衛司令部 結果就去壽山等船 那個叫全宋營 大家叫全宋營 就是把你送上前線 他等滿久的 等了十天 在那邊荒廢十天 然後坐船 坐了一天 到金門下船以後 然後人事官就要來接了 對不對 跟我同梯的 三個政戰士 另外兩個都接走了 我們都進防部 接走了剩下我 那我咧 再燒帶一下 我等很久了 結果後來就來了 一輛吉普車 吉普車一來 我一看 這吉普車怪怪的 上面的沒有穿草綠服 都穿白背心 背心前面寫著 那個兩棲挖的 然後吉普車前面有個挖牌 這挖牌很神器 我看這什麼單位 我都沒有看過 我真的沒有看過 因為這個單位 一般跟我們海陸不一樣 海軍陸戰隊 有海軍陸戰隊的logo 還有對揮 對 我真的沒有看過 海龍挖兵這什麼地方 然後人事官就走下來 人事官戴個眼鏡 因為他是軍官 然後也算白白的 他是人事官 他不是這個部隊訓練出來的 他是人事的 他說 沒問我 我說是 跟我們走 我說去哪裡 都這裡 這樣就過了 就這樣 就跟我們走 我就去 然後金門你也知道 那時候很多 像我們部隊前面 都戰備跑到 就是黃沙 黃沙滾滾過去 然後我記得那個車上 以前吉普車上面 都會自己裝那個小音響 我看那個開吉普車的阿兵哥 黑黑的 全身黑黑的 然後都是肌肉 肌肉男 然後我坐在後面 人事官坐在前面 巨石強身幫你開車的感覺 然後就算了 經過營區大門 那個衛兵都沒有穿衣服 只有穿這件 穿這件 然後拿著步槍 然後進去 進去以後 看到這個 海龍挖兵 看到這是我們的銀集合場 來來來來 看這個 這是他們的銀集合場 一進去看到這四個字 我說 我說天啊 剉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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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什麼單位 然後 水卡就位 阿文化園 從中節你走來 替雲公山 我撈誰撈到十年 那可能不是替雲公山 可以改革 那要吃到十九檔人 十八檔人不夠力 結果進去 午餐啊 中午吃飯時間大了 餐廳門他說 來先吃飯 先吃飯 餐廳門一打開 哇 黑媽媽的 全部都脫上衣 在吃飯 怎麼都穿暖褲 黑媽媽 很黑媽媽 然後他說 因為我是士官 他長官說 是 長官說起 天啊 每個人都脫衣服 只有我穿衣服 很怪 然後每個人都很黑 之後我很白 那時候就知道 什麼叫小白 但是吃得很好 牛肉啊 什麼罐頭啊 一堆啊 麵包啊 饅頭啊 菜很讚耶 因為你在新兵訓練中 又吃得很爛 我怎麼聽起來好像是 葡萄在拜拜 料理 真的要得很好 可是吃完之後 這個好日子就來了 我的殷福老長 長官嘛 他就是 他就是你講的三七 他是入海空 他是 對 政戰特遣隊 三七的 加跳傘的 剛才我啊 我三三的 拿起來很好 然後體育系畢業的 他說 會不會跑步啊 會啊 我以前田徑隊的 會不會游泳啊 不好意思 我不會 我從小最怕水 真的 我什麼球類運動通的 我來校隊都可以 不要有應 那這樣 那明天開始我們一隊 一早人教你 他說來這個部隊啊 我跟你講很輕鬆 每天就是怎樣 跑步游泳 然後坐快艇 然後釣魚啊 就是曬太陽 就這樣子 這是我們的日子 我本來想詐的詐騙 這就是你的長官啊 所以啊 你來了啊 既來之則安之 大學學念什麼的 政大外交誓啊 全部忘記 來這邊去度假一下 接下來就是度假的日子 誓啊 每天就跑步游泳 你不會游泳啊 怎麼游泳 所以那時候 因為啊 你也知道我在集 他就把我送到集訓隊 集訓隊 我們的 雖然你是 政戰室是屬於文書 但是我還是要求 你要去受兩棲蛙人訓 不是啦 我政戰室我屬於文書 我受兩棲蛙人訓幹嘛 對啊 真的他說 我還 因為他是我長官嘛 是 他說 你不敢問長官你笑嘴 沒有他說 他說我是三棲的啊 我只要你兩棲而已 要少一棲 打六六折 對 所以說隔天就把我送到集訓隊了 真的就找了一個教官來 先一對一教學 可是一個禮拜後 我的苦日子來了 為什麼 一對一很好啊 真好啊 不然你泡泡 不然你油燕 咖哩油燕 集訓隊來之後拔街 就是台灣選兵選擇 就是我們第53期 所以第53期 挖人基礎訓 準備開訓 我就被怎麼樣 納進去 拔街受訓 跟所有的軍官一樣 對一樣 那時候那個職業的 軍校畢業挑來的 全部拔街 你沒想到找長官 長官我是文書 沒有 沒有長官 不是 我沒講 我文書 我拿太重了你看 軍人有軍人有身份證 你看我叫江啟臣 我文書啊 跟他們無關的 我心裡也是這麼想啊 我心裡也是這麼想 但是沒有效 沒有效 沒有效 你一定要先學會 先學會挖人基礎訓 最初沒有 油燕要用5千 靠啊 油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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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仗子彈不會分 你是文書 還是一般人 對不對 不然我們好情啊 好情也一樣 也是要修正 你是兩棲挖人部隊的 出去不能跟我講說 你不會游泳啊 對不對 你不會戰績啊 不行啊 所以我是這樣進去 抄了四個月 就這樣抄四個月 四個月 挖人基礎訓 我進去的時候 六十八公斤 我出來的時候 七十八公斤 你真的變大塊 嗯 就變 就變 就變這種身材啊 對啊 就變這種身材 哦 這現在可以 你知道台灣 使用前使用後 對對對 我們小時候有一本雜誌 就是你知道 以前高中 荷爾蒙分泌症旺盛 都會買一些 比較好看的雜誌回來看 然後 有一個同學他買錯 他買成了當年 我後來一直懷疑 他性向有問題 也不能說性向有問題 我們尊重各種不同的 對對對 他買了一本 當年很出名的 叫土果雜誌 就是專門for 這個南童信念看的雜誌 大家都是這個漢兆 你現在剛差一個 沒抹油而已 你知道嗎 你抹油抹的就是 哇這個漢兆 你看 就這樣 所以四個月的成果 那四個月結束了 結束了 就受訓完就下部隊 就分派 我就下到第一年 第一年 所以你看我們這個船 船裡面譬如說妖洞寺 就第一年的船 是 我們那時候有 營部隊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這一年這一年第三年 然後就開始 下部隊之後就是 一方面我要負責文書 二方面還要負責政戰優 三方面 還也是要出勤 也就 現在據說 現在中華民國國軍 大概沒有像以前那麼操 因為以前不談軍中人權 抄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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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我們有抄襲 我真的遇到 我們贏那個 應該是蔣仲林講的 哪個地方不死人 以前 以前 現在有做黃媽媽 學婆媽 現在所謂的軍中的 你們以前到底多少 你剛剛講訓練死亡 因為我們看到的 大概都是軍教片 你訓練死亡 我就遇過 我的同袍就兩個 抄襲 一個意外 一個是測驗 比如說我這樣講好了 比較清楚一點就是 其中一個是我們捷訓測的時候 由廖羅灣五千公尺 你也知道 金門的東天是非常冷 非常冷 光這個天氣就足以讓你怎麼樣 讓你說不了 那金門的冷是冷到那一種刺骨的 刺骨寒風 他都已經刺骨寒風了 你還要下水 還要下水 所以其實你說 你說什麼訓練過程裡面 最痛苦是什麼 我認為 我們最痛苦就是在 冬天受訓 我們的 蛙人基礎訓分兩期 夏天的跟冬天的 夏天叫夏蛙 就夏季奧運跟冬季奧運 夏季叫夏蛙 冬季叫冬蛙 所以我是冬蛙出身的 你比較衰 不是夏蛙 所以冬蛙很冷 所以冬蛙我們受訓的過程 到後來其實大家其實 你說怕什麼 怕冷 因為我們都不能穿 穿那個上衣 整個受訓過程就是 紅短褲 兩件這個 不能穿內褲 有什麼 怕燒當 內褲跟燒當 這個也會燒當 但是就少一件 你不穿內褲 有時候跑步的時候 會夾到 你知道嗎 不會 你走到什麼 喔 市管長 病好的 夾到 比較輕鬆 所以就只有這個可以穿 是個洗冷水 是 所以你說多冷 它就要你適應那個冷 最冷就是 像我剛剛提到說 為什麼意外死亡 就是我們捷訓測的那一天 剛好海水溫多少五度 實際上是寒流 是 那因為這一期要趕快的捷訓 不然不能分發 那一陣子寒流來 然後那個營部隊就說 營長就說 今天天氣有出太陽 可以啦 五度啦 就是要一測 測測測測測測測 他突然發燒 半夜就發燒 發燒 他就送急診 急診可能醫師也把它看成是 就是感冒 花崗石醫院 對 花崗石醫院 結果他是嗆水 沾到 肥肥水 肥肥水 所以最後就死掉 器官衰竭 對 就死掉 所以你說 這個就是算類似訓練 發生的意外 過程當中的 那還有一些就是我們在 出勤務意外的也有 出勤務 出勤務 我們的勤務其實 你剛剛講說 那些摸上那個 我們後來沒有了 我們這種 因為解嚴了嘛 解嚴了 一九九幾年的事了 那時候兩岸 稍微比較緩和了 金美解除戰地政務 所以我們的工作 類似像海巡 比較像海巡 但是又具備 戰鬥部隊的特性 所以我們要去驅離 匪漁船 對岸過來的 越界撈捕的 走私的 這一種 我們就要去做這些工作 那你的確 你會遇到一些海上狀況 比如說登船檢查 他有刀有槍你不知道 走私東西 那這種都有危險性 所以都是實際上 你馬上就要反應 甚至是海上夜市 一群漁船越界捕雲 你根本不知道裡面有誰有誰 但是我們可能有兩艘船 四艘船出去 就要圍他們 然後就要驅離 驅離 驅離過程裡面 我們有曾經被他們丟過炸彈 那個是來炸魚的 金門這個海域 有一些匪漁船過來 它不是撈的 它只用炸的 炸的 毒的 電的 炸的東西 其實很多魚是不能吃 因為那個 內臟拼贏的苦 對 可是這樣炸的 這種我們就要驅離 驅離過程裡面 你在追的時候 它 我們就曾經被丟過 它就在你船頭 丟一個炸彈線 爆炸 你看我們的船 前面都是機槍手 我們前面像這個 你看這個 前面有機槍這樣 對 前面是機槍 我們丟到這附近 一炸 然後我們這個 前面的可能就會受傷 有暫時性耳聾 所以像這種就是 我們在訓練過程 跟執行勤務過程裡面 還是有高度的危險性 那這麼說 你們訓練 我聽說就是 一天要跑40到60公里 沒有啦 那是在我比較誇張 我們應該是這樣 我們最多的紀錄 大概是一天早上 早上就是說10公里 晚上10公里 這個已經算是 應該說正常當中 但是又偏 稍微heavy一點 更加重 不然正常大概一天 差不多10公里 就是1萬公尺 一天大概1萬公尺 所以我們常常說 月入數百萬 你幾月入數百萬 一天就10公里 就是1萬公尺 對 所以這是我們的正常訓練 跑步就是1萬公尺 我們測驗是測1萬公尺 對 那如果照這樣子算 你應該有遇到 9596他也發生危機 我遇到啊 我就是差點不能退伍那時候 我的人生其實蠻幸運的 別人沒有遇到我都遇到 因為那時候我們兄哥也去問做兵 然後 後來當然放假嘛 就是 選舉選完了嘛 一切恢復正常嘛 對 他有放假回來 我那時候還在隔壁中 我們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我爸有問他 我爸有問嘛 你們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嗎 他說就是進入被戰狀難嗎 然後那個 我二哥是炮兵 對 他們說那個炮有沒有 都已經搬到那個坑道頭了 對 就是隨時剛才總共有在打 是這樣 尤其到96年的3月的時候 因為那是要投票的時候 是 95年論8月這本書 1995論8月 就是他近乎科幻小說的一本書 然後 事實上 也就好像發生了 95年 兩個重要的事情 95年就是李登輝訪美 訪美之後 老共就抗議嘛 是 然後就每天文攻武嚇嘛 所以我們的確從8月 開始就每天障備 是 所以沒有休息喔 每天都在 都在海上啊 每天都是海邊被變 然後下坐標我們就出去 然後就驅離 然後每天都障備 一直到隔年 也因為這樣 我從 這個 本來就是一個文書 然後後來 我們的連長就說 欸 那個江某某 這樣喔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這部隊很特別 我們的義務役啊 我們義務役 那時候義務役 兩當兵 兩聯兵的喔 最後都會升下士 所以我們的下士 是當兵在用 那我們的幹部 都是中士以上 都職業的 班長都是職業的 然後軍官更不用講 全部都是職業的 那我是唯一 義務役的中士 義務役的中士 然後連長就說 這樣好不好 那個 反正 給你自願留影表 沒有沒有沒有 他說自願留影表 來不及 我們現在馬上需要人 來幫忙開船 我看你體能也不錯啊 跑步一萬公尺 也跑那麼好 對不對 也受過挖延基礎訓 沒問題 這樣明天開始 送你去送我海訓 船訓 所以你要篩訓 所以他就 送我去上了其他 那個長官是什麼 什麼什麼階級 少校 少校 他這麼討厭你喔 我們連長是少校 他這麼討厭你喔 你這個連長跟我現在 現在還在哪 我跟他對長官 都給你證笑的 你知道嗎 我現在聽到現在 你做理會沒有 跟這個人說出來嗎 對長官都給你證笑的 我當立我來質詢他 你來質詢他 我以前的長官 後來都到立法院備詢 真的 這個我這個 這個連長賈哥 他後來就是 中部海巡署的總隊長 是 然後那個 另外後來我 第二任的那個 我要離開兩清的 那個營長 現在搞不好還在金門 之前是在退補會 都來立法院讓我備詢 那怎麼會 你看到就說 剛才喔 你白等你二十幾年啊 你知道嗎 不會啦 我跟你說 連長跟贏長都剛才很好 所以那個連長啊 他就說 我們現在班長都不能休息 是 庭長啊 就是要中式以上才能開船 然後他們都沒辦法 因為每天戰備 說這樣啊 你就去送個傳訓回來 幫忙替補一下 我就說開船好像也蠻好玩 沒有開過嘛 是 你每次都看人家在開很帥啊 我說好啊 不然你繼續去收 糟糕啊 一學會那不得了 我們每天戰不完啊 每天都在戰備 每天都排 都在海邊 你算一下 你大概就是9596年那時候當兵的 對啊 我是94年去金門的 受完訓下部都是95年 然後95年 論八月開始到96年 我是96年7月1號退伍的 然後 所以9596剛好就是我服役的 黃金時期 黃金時期 所以那個論八月 就一直 一直戰備到隔年的幾乎3月4月 然後最緊張就是差不多在隔年的2月3月 超過3月3月那時候中國進行那個飛彈試射嘛 對對對 然後美國航空母艦開過來 兩艘航空母艦過來 然後 我們因為這樣 所以其他部隊也過來 像 那時候我們還有海上情報大隊 在澎湖的海情隊 他們的船比我們好 比我們大 所以他們從金門過來協訪 我們就跟他做這個 這個共同的那個合作這樣子 我也遇到 然後那時候最緊張的是已經到什麼 就是說 司令官下令 就是我們這一支部隊 海龍部隊要分兩個單位 一個單位準備突擊大陸 是 主動出擊 突擊 萬一需要 萬一打的時候 就敵後騷擾 另外一支就是要保衛司令官 保衛司令官就是說 我記得那時候司令官姓徐 不是 不是姓徐 姓嚴吧 姓嚴 嚴重這樣 我記得我認識一個徐中將 然後也是在就是九五九六年 那時候在金門的 然後我聽他講過那個時候 他們就是寫遺書 有 所有人都寫遺書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是已經 我就說因為已經這個命令下來 就二級戰備就是 帶鋼盔 全部武裝 背槍睡覺 所以有時候我們還會晚上敲出海中 出海中是什麼 出海中一敲就是我們所有的船 落下去然後就到海邊 像空軍的三分鐘警戒那種概念嗎 緊急待命 緊急出勤 就是 那我們到九六年的時候 我們還做了一個動作是怎麼樣 金門有一些坑道你去過嗎 有我去過 那裡面是不是有船 可以放船 最出名的就是那個宅 宅山嘛 宅山 我在那個坑道裡面睡了半年 就是九六年那半年 為什麼 因為船可以進去 所以我們的生活期間都在隧道裡面 然後船也可以從海邊直接進去 所以只要是出勤 就直接開出去就出去了 就可以立個作戰 然後還跑到小金門去支援 我們那時候又支援一個排到小金門 現在是有大橋 以前我們都是開船往返那個大小金門 這樣說 那個時候 叫你寫遺書的時候 你是什麼心情 那心情很壞 當然是心情很壞 要寫遺書 不要寫過 我寫不寫的 寫文情並茂 不可能嘛 這個春寒料翹的三月 不可能嘛 只要叫律師社來教 你怎麼去寫遺書 那個過程其實 當然啦 在年輕的年紀來講 你也不會想太多 要當兵都把他當到傻了對不對 長官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也不會想那麼多 你只是覺得說 當兵反而是聰明的做不退伍 做不成功 你太想太香嘛 對啊 你就傻傻的 然後人家叫你做什麼做什麼 可是那時候對我來講 還有一個比較 比較 我剛剛說不舒服的一件事 因為 我要退伍啦 對 我現在三個月就要退伍啦 我有可能不退伍啊 老兵八丁啊 對啊 老兵八丁啊 然後那時候我一月份 我已經收到美國大學研究所入學許可 好 因為我就是在 你形成到啊 對 形成到啊 我就申請那個研究所嘛 Eatmission都來了 對不對 準備要退伍 要來出國進修了 就遇到這個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們都 大家都在擔心說 能不能退伍 在擔心這件事情 能不能退伍 所以你們那時候的氛圍是覺得真的有可能會搭起來 有啊 因為我就說海上情報大隊來給我們的情報 因為我們是第一線作戰的人 所以那時候當時給我們情報 我們在大陸其實也有情報人員吧 他們會回傳 當年情報做得多好 中南海開完會 明天早上我們就收到錄音帶 當然會先給你訊息嘛 大概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明天早上你就收到錄音帶 甚至他們那時候關係是好到95年 那個中共打飛彈的時候 恐暴彈 恐暴彈是第二趴 那是96年 95年打飛彈的時候 那時候他們收到消息 是立刻打電話到南軍軍區 然後就跟他講 老朋友 你們又在幹壞事了啊 他說這個不關我們的事 老爺子不開心 他說他們當年的情報 其實是做到這麼的綿密 所以你這個巡頭收到情報真的會怎樣 那時候其實我們收到的情報就是 如果要打 而且他們的動作也是這樣子 要拿外島 要拿一個島 要拿外島 然後他們的砲也是對準金門 是有這個情報 而且是根據我們在上海哪裡的 這些情報的人傳回來 所以為什麼海上 而且軍隊有集結 對 海上情報大隊的這些人 從澎湖跑來跟我們會合 我們還一個連的這個基地給他用 他們船開過來 他們船比較快 因為我們大 然後我們跟他一起協情 讓他們過來 那這就是情報已經到了 然後而且我們這邊 金門你剛剛講炮兵 這個兩式洞炮 最大的炮你可以塞進去的那個洞 是 那個也是對準他們 所以那個就是 就是反正一觸即發 只要稍微有點擦槍走或不勝的話 是非常有可能 但應該是在外島 那後來你們看到新聞 聽到情報 然後美國航空母艦開過來的時候 有沒有鬆一口氣 沒有 沒有 因為他航空母艦不是保護我們的 他是保護台灣的 對 聽前線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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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航空母艦開進台灣海峽 是把台灣人切一半 是 這邊我看 這邊你們看 所以說 十隻關也到我沒關 所以我說 你要說誰保護台灣 我是真正保護過台灣的 我們這個部隊直屬司令官 然後直屬陸軍總部 但是後來你們現在看到 我看你們寫什麼 陸軍特戰什麼挖沟 針收營 航空特戰指揮部兩氣偵察 以前我們不叫這個 以前我們就叫 中華民國陸軍搖東搖兩氣偵察營 沒有航空特戰指揮部 航空特戰指揮部是指揮誰 閃兵 閃兵 所以你也跳閃過 沒有 我們有些人有去受訊 有些人沒有 我們下部隊以後又分 有些人去受三訊 有些人去受跳閃 但現在的兩氣零又不一樣 現在兩氣零我回去問他們 他們說他們現在都三氣了 有跳閃 所以現在更精銳 因為人少了很多 可能一起才二十幾個 少很多了 兵員也不足 而且全部都職業的 那我們那時候 我們都義務役的 大頭兵 兵都義務役的 只有官是這個職業役的 所以受訓的 因為人多 所以受訓的梯次不一樣 有些人回來谷官 像我的選區 谷官這個立揚 谷官的雲庄 風景有夠漂亮 但是那不是來泡雲庄 還是來那邊受訓的 受訓 受訓也是有休息的時候 三地叢林戰 讓你放生到野外 什麼梁山部隊 什麼話 然後受訓完 還要演習 還要測評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們這個部隊的一個 一個生態 這樣 你當初到金文當兵 那個時候 你第一次演嗎 對啊 有七天嗎 這敢說 你的同袍有七天嗎 因為文念珍舞蹈 講過一個非常知名的故事 你知道嗎 因為舞蹈文筆真的很好 你看一下 其實文念珍舞蹈 我覺得他在抓人的味道 抓得非常好 而且那個都會有共鳴嘛 因為文念珍舞蹈 講過這個故事嘛 他那時候有個女朋友 也許他去問做兵 然後那個感情勝度 你知道嗎 所以他女朋友 就買了一堆郵票給他 就是一天一張一張 就是譬如說 他在那邊做六百天的兵 就買六百張郵票這樣 那舞蹈文筆也好嘛 舞蹈說他在那邊做兵 也沒什麼事情 他沒看到 想要跟你招待的賬款 你知道嗎 他就每天撒破給他 他這樣 反正每天大的走出 大的走出 大的走出 這樣 不然他這樣叫上破 不然他這樣 這舞蹈說的 真的一切裡面有什麼 他們這舞蹈叫上破 你知道嗎 我們那時候沒有用郵票 是用電話卡 每天來順餐水 也叫上破 這樣 你們那時候有同跑 遇到兵變 然後情緒不穩定嗎 很多 而且因為我政戰 我還負責心理輔導 對 還負責 有時候還負責醫務 對 沒有偷看 基本上不會 光明正大的看 那個時候也沒什麼好看 那時候就是 尤其下部隊的話 下部隊很自由 在集訓中心的時候 我們打電話 還有信 就全部要檢查 而且不能透露你在哪裡 包括打電話也一樣 不能透露他在哪裡 人家背不怎麼怕怪 就有信箱 喔 郵政信箱 對啊 你就寄到哪個mail box 是 當然 你看那個快30年了 20幾年前的當兵的日子 那時候的確寫信 還是有一些感覺 網路通通都沒有 沒有網路是有東西 連行動電話也沒有 就是公共電話排隊打 就是這樣子 以前還有電話卡 就用電話卡 用電話卡 電話卡買過一百塊 一百塊一下 抓抓抓就沒有了 對啊 所以那個東西其實 就造成很多人的分手 對啊 對啊 那你當兵的時候 不是在打那個 那個 福利社 三外的姑娘 福利社的 沒有 金門喔 金門大概就是三外跟金城 金城 金城跟三外 這兩個最大的鎮 那 這兩個 你看那時候 你有吃長榮版麵嗎 什麼長榮版麵 聽說金門做兵 一定要吃那間 什麼3C版麵 對啊 我可能忘記名字 但是我知道 那時候卡拉OK很多 金門整個山外跟金城的街上 全部都卡拉OK 然後卡拉OK 裡面通常都是 都是年輕的 小姐 的女孩嘛 你們那時候沒有831了吧 沒有了 沒有用過 沒有了 我是說 你在屁股不知道有老的嗎 因為聽說 有兵子 輸冬到滾冬 有沒有 大語不懂 是不一樣 沒有沒有 因為我有一個哥哥在金門當兵 你有用過嗎 沒有他是小兵嗎 小兵也聽說 搜集比較壞 他總是欠他們 人家的衣 你知道嗎 總是穿他們 人家的衣 他說那個比較漂亮 真的假的 真的 真的 我一個很平衡 還跟我講 可以這樣搞嗎 那是要出事 這個 這樣子有沒有被判軍閥 沒有了 那時候 那時候 大家沒這麼高 年輕人 不過現在那個831 他把它做成一個紀念館 對 文化展覽館 對 我們那時候 已經沒有了 那時候其實 包括後來我去看那個展覽館 我們才知道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我們當兵那時候 他完全沒有 也沒有開放 也沒有做成這個 60年次的沒遇到嗎 沒有我1993 1994 80幾年在那邊沒有 是 因為解除 戰地政務人 1990年就解除了 是 所以我們去都 可惜 這有點可惜 只有 只有花崗石 803醫院 大家在那看電影 沒有 已經沒有831了 我覺得金門 大家還是最有興趣 當兵 你知道那個余北辰余將軍 他當初就是 說軍中鬼故事說要穿起來 對啊 你們這邊覺得 有些比較陷的事情 因為我就這麼說 因為我在金門上課上了 在那邊教書 就我們補習班 然後我一年大概就是 去 三次 暑假去兩次 然後寒假學生考試前 再去一次 把課程上完 那 金門我有金門大學 那你也知道 大學生就是學校 所以聽到哪裡有鬼 就往哪裡去 那最出名的事件就是 他們去一個 傳說中整個 為所被摸哨的那個地方去探險 然後回來 集體 當然你可以稱它叫集體 第一 集體 金門最出名的是什麼 聖鳳雅 沒有請聖鳳雅出來處理 你當兵的時候 聽過像摸哨 什麼會 摸哨那時候我們沒有了 但是呢 但是你講的那一種 這個臨界的事情 我自己也 我自己也遇過啦 但是 不是說跟我無關 是 剛好我是我的同袍 他卡住 不是 他 這個 出勤 然後意外身亡 我們去幫他處理後事 我們去幫他處理後事 跟我同期的 受訓的 按我們一起裡面 工體 工體 台學畢業不幾個 他也是 我記得他是中興大學畢業 做優秀 也算是 也算是高材生 然後就 出勤 意外 被撞死 我們就幫他處理 處理完之後 你知道嗎 我回到部隊回到連上 我有一個禮拜 持續一個禮拜 怎麼樣 每天下午4點以後就發燒 然後就昏睡 然後到隔天早上起來 又好了 然後 第二天下午到4點又發燒 連續 很痛苦 然後我以為我感冒 不會好 吃藥 吃一大堆 因為蒸蛋是藥最多 不好 又吃不好也吃會飽 然後找醫官 醫官 你就吃個感冒藥吧 不會好 後來 我們那個老鼠館 因為金門 我們那個市館長 都在地金門 老市館長 老蛙人 那一個就 很愛吃糕肉 糕肉沒有什麼 我會說我吃了老鼠肉 然後因為我們裡面很多 那個 我們的原住民朋友 我們那種部隊原住民朋友很多 這個 開派對的時候 小米酒也拿出來 那部隊裡面老鼠拿來 烤一烤 長官 來吃一下 吃下去 不曉得是什麼 好 你以為你吃的是羊肉爐嗎 不是 那是台灣引爆 好 結果 這個老鼠館長 他就 問我怎麼 我跟他講 他說 哎呀 你那三條蛤 太怕了 然後就給我拿去 然後 然後不知道拿去 不知道你講的廟 什麼廟 改革 改革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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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好了 沒問題 所以 這種事就怎麼講 就是 部隊嘛 所以遇到這些事情 我們這樣說 就是 委員你一直都在國防外交委員會 對 那 其實 我們腳本裡面沒有 那我也不知道該不該問 你如果敢不敢這樣 對於現在淺建國造案 現在無到這樣 你怎麼看 其實這很簡單的事情 我不知道是怎麼 要把他沖到後面 淺建案 這講也沒什麼 第一個 淺建案其實 我們 早期是真的要跟美國買 美國也曾經同意 就小布希時代 對 曾經同意 但是後來 國際環境變化 包括911 包括美中之間的關係 包括他的反恐作戰 所以都考量後來 還有他沒有再生產 才有淺建 所以就沒有賣 那就拖了 拖到2008馬英九執政 馬英九執政也沒有馬上開始 是到2012 領域防委員 在立法院提案說 只能國造 所以就提案要求馬政府 啟動國造計畫 所以它有海艙計畫 所以真正啟動這個準備工作 是在馬英九時代 那2016 蔡英文選上了 就幫他做 所以開始進入編列這些 編列預算 然後實質開始執行 原型艦的計畫 所以過程當中 我是2012開始當立委 可是第一屆比較蔡 其實對這種議題 我沒有特別的去再注意 第二屆以後 2016以後開始 蔡政府執政 然後開始編列 這個原型艦的計畫 那會有這些 所謂的機密會議這些的 這個其實過去也都開過 也不是說為了哪一個案才開 本來立法包括預算成長 就有一些機密跟非機密 那我覺得這部分我都沒有意見 會都贊同 那一次大家在談2019那時候 我記得是因為要確認 有沒有所謂的出口許可 這些品證 所以那時候才決定說 好可以讓我們看 但是要開機密會議 那就開就這樣 那你看然後現在 你有簽那個切結書嗎 我有簽啊 其實簽與否有不同的看法 在立法院的議事規則裡面 其實就已經告訴你 機密會議 你就是要做到哪些事情 謝謝謝謝 這個其實大家有規則拿出來 沒辦法揮啦 議事規則 立法委員守則拿出來 你就知道你該遵守 什麼樣子的這個義務 跟責任 那有沒有洩密 或者有沒有不當違法的行為 就查辦就好了 沒辦法口水 要輸掉出力 對啊你就輸掉出力 你該查立的查 我也支持啊 我也支持啊 那至於有沒有其他 你說這些什麼土力什麼 那也是查 可是作為一個立委 作為一個國防委員 我絕對支持國防自主 尤其我對美國那麼了解 我當然知道 你不但對美國了解 你對金門更了解 對啊 我們自己又參與過這個 比如說96台海危機這種事情 我們當然知道 國防的重要性 但是當國防被 被政治干擾太多 或拿太多的政治意識形態 來看它的時候 就被扭曲掉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可惜的是說 立法院裡面 八個委員會 國防外交一直以來 都是最少政治對立的 意識形態衝突也比較少 即便我們在審查預算 也都是理性的 各位可以 所以我敢說我自己 我自己審查預算 我該提案 動解我就動解 該刪就刪 那這些都是 我們提案之後 討論大家同意的事情 按如果提案 提案然後大家討論發覺說 這個他已經有說明了 不用動了 我們就沒有動了 我們就會測案 我要還原這個過程 一個立法委員的天職 你就是要進到審查法案 審查預算的職責才對 不管你執政在野都一樣 特別是在野 你更要監督 那監督了兩個做法 一個就是提動解案 一個就是刪檢案 那這些提案動解跟刪檢 都不是你一個人說的算 我們要委員會討論 討論完還要再院會 院會最後可能還要表決 所以不是說 你要你提動解幾億 刪除幾億最後就怎麼樣 沒有這一回事 否則的話 一天五百億怎麼有可能給你 對不對 你這邊刪刪剪剪那邊動 不可能吧 就是最後經過討論 大家有一個共識 那我個人的做法就是 提三動 三減也好或者動解也好 我都會敘明相當的理由 你們來跟我們解釋 解釋得合理 這個錢我一定給你 有些是我們要求說 那你明年你進度到 因為這是變相要求執行率 我今天給你一百億 你給我畫大餅 結果你做到明年十一月的時候 說執行率五十趴 那那些錢怎麼辦 是 就變成說你的工作沒有照實程來 是不是變這樣 就是如果你沒有能力做到百分之百 就做到一百億 那你就不要編到一百億 你編五十億就好了 你不要畫個大餅給我看 那當然是這個意思嗎 對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也跟你講 好 那你跟我講說你要一百億 那我就說那明年年中 我們來解凍 明年年中 你有做到百分之五十 我一定解凍給你 所以幾乎百分之九十九的案子 通通都解凍 因為這就是壓 逼迫你 你要履行跟執行你的計畫 還有預算才對 KPI要達到 對 就是這樣嘛 所以我說 潛艦案這種事情就是講清楚 國防部該講清楚講清楚 然後呢 立委該行使的監督權 你還是要監督 不應該拿泄密或什麼去 去閹割或者是霸凌監督權 這是不對的 不管泄密不泄密有沒有圖利 我覺得這個最後司法去定奪 然後我最後最後最後 我想再問委員一個問題 這也是我很關心 每次看新聞看到 我都想問的問題 你們歡迎燒爭是爭爭還是爭嫁 你知道我以前打棒球 打棒球都爭嫁的 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選手其實都很熟 你知道嗎 不是國防的同隊 國中同隊 國中同隊 國防的國中 大家都沒有同隊 沒有也打中法隊同隊 所以我們看到那種 打棒球板凳進空的時候 之後跟洋將以外 洋將就不省 可能會有順 今天其實 燒爭的大什麼會 大家都是這樣 所以你們會在那裡 撒爭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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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爭 不可控制的衝突 這種是有的不是沒有的 這應該是要搖爭爭爭的事情 前幾年的立法院的衝突裡面還是有 所以還是有一些會 哇 陳寶衛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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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個要捐35歲 有一些還是會掛材 但有一些就是象徵性的動作 哇 那些時候 搞定還要站在那裡 笑 你弄到邊邊 所以這種怎麼講 立法意識是這樣 朝野彼此相互尊重 其實衝突也是溝通的方式之一 衝突有時候是 大部分會衝突 主要都是少數為了表達他們的意見立場 因為你知道嘛 國衛裡面多數一定是佔優勢 少數最後都是服從多數 因為表決嘛 可是過程當中 你怎麼樣讓少數的聲音也有機會表達 這個蠻重要的 你買耳套子 第二個就是說 少數的意見如果是不錯的 多數的要發揮你的大量大度 去容納他們 你比如說修這個法 就明明有一二十條 你好歹也用人家一條 那一條 你把功勞給人家會怎麼樣 不會怎麼樣 其實意見都一樣 大家都已經同意就是這樣子的 那他也有提案 債也有提案 那你就說是他提的吧 他也有他的選民要交代 這個問題也是對國家有幫助 對 只要這樣子去處理 我想其實也可以少掉一些衝突 那就是最怕就是說 多數你什麼都不讓 然後少數公尉外婆 就完結了 那我來幹嘛 我來開會幹嘛 大家都有債超債也過 對 所以我說這個其實可以 多一點包容 多一點度量 給債也的少數 了解 那這個意識就會相對比較和諧 來來來 那個我們這個江委員來到我們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你的選區 好 方圓 就跟了 當時 身上和平 台中第八選區 台中第八選區 最大 面積最大的選區 了解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這個 前國民黨黨主席 那現任的立委 江啟成 江委員來到我們現場 也是 大家都有年輕的時候 有時候政治 其實真的不是就是 打打鬧鬧 一段要完結 一段 其他其他的 也該是不是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 江啟來到我們現場 其有此理 我們下次見 拜拜